袁新月17分中国女排3比0大胜阿塞拜疆队取复赛两连胜北京时间10月8日,2018年女排施锦赛,进行了复赛的第二轮比赛,中国女排以3比0战胜阿塞拜疆队,三局的比分为,比25,25-16,25-17,袁新月得到全场最高的20分,中国女排首发,主攻朱婷,张长宁,复攻颜妮,袁新月, 接应龚翔宇,二传冰霞,自由人王孟杰,阿塞拜将队派上拉伊莫娃,库兰等人出战,首局中国队以8比6领先,此后龚翔宇强攻连续得手,严一拦网得分,中国队以13比10领先,此后朱婷强攻打授出戒,袁新月发球制造探头,严一扣探头得分,中国队以20比16领先,朱婷拦住拉伊莫娃的进攻, 袁新月发球得分,中国队以22比16领先,并以25比17先胜一局,第二局袁新月发球连续得分,中国队以8比3领先,此后中国队攻势如潮,袁新月,朱婷连续扣球得分,以14比6领先,此后中国队进攻受阻, 对方一度追成14比16,朱婷掉球得分,攻翔宇强攻打中,中国队以19比10顺领先,袁新月和张长宁连续拦网得分,中国队以24比15拉开比分,张长宁冲进打中,中国队以25比16取胜,第三局,阿赛拜将队发球连续得分,以8比5领先,中国队很快追成8平, 此后朱婷一攻下球,袁新月发球得分,攻翔宇后攻打中,中国队以16比12领先,中国队一攻成功率较高,以20比15领先,并以25比17取胜。